佛教预言故事020 此无事欲,王心便会,所迁两肉,用为补济 夜中身患,甚大苦恼 王闻其声,问言,何以苦恼 取乳百两,十倍欲辱,亦不足焰 何故苦恼 旁人答言,大王 如解子头,虽得牵头,不免自死 虽十倍得肉,不免苦痛 愚人一耳,不畏厚事,贪得献乐 苦切众生,调发百姓,多得财物 妄得灭罪而得福报 譬如彼王歌人之己,取人之肉 以鱼肉补妄使不痛,无有是处